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施工难度和人工成本导致 你知道有这么多结果就行了 第二个呢 钢结构整体厚度是可控的 10到15厘米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做线焦 如果这个横跨的跨度很大 那厚度就不好掌控了 本身咱做跃层就需要是上下空间要大 那厚度太厚肯定是不合适的 第三个 做钢结构可以满足各种互相情况 不挑空间 但是做线焦就要求比较多 而且还要做土电的计算 第四点 钢结构不影响楼房本身的沉路 但是线焦就会影响 第五点 钢结构的噪音会略大一些 线焦噪音比较小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钢结构的缺点 如果您家要做呢 我这边给您找了几个图 可以看一下 作为一个参考 这些呢 都是钢结构做的 好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装修有什么古道 好 说来听听 也许我能帮您解答哦 关注善意讲究修公众号留言提问 还能领取学习者福利哦